观众的力量能有多大 我说点赞一万更新下期植物单人将是驯版 结果我发完视频就睡了一觉 哈哈哈哈 我是小熊 听说今天只有温度射手在 我们终于有机会 请问我可以投敌吗 这一关又有红眼巨人 不是这才第一掌 红眼巨人就迎来六道多少回了 但好在上级结尾我们解锁了双发射手 在驯版里这双发射手肯定同样强的一匹 这样咱们即使面对红眼巨人 不是 这怎么就只可以带两张卡呀 不是这关什么意思呀 只有两个卡槽可以用 哎呀有什么好贪心的 这是游戏被咱们先知道的 那僵尸肯定也不会太强啊 早上好又像是鬼 哎我他妈 这好家伙刚出僵尸我就丢车了 好在双发射手终于是冷却好了 面对来势汹汹的铁桶豌豆僵尸 你管这叫双发射手 好家伙这么马一排 我还真有点能顶得住的架势啊 你看这满屏的豌豆 炒着吃应该挺香的吧 但是最后一波来洗尸 那个男人上场了 我一排植物就这么没了 真要怎么打得挂喂 但凡多给我一个卡槽都好玩 这只能带两种植物 实在是太难顶了喂 但机智的小熊会知难而退吗 我直接切到老板们把这关给过了 游戏不在于人狠 战绩不在乎版本 这不老板们没限制卡槽 那僵尸就只能被我摁着摸他了 打完了切回新版 我们就要迎来第一章节的最后一关了 1-10关卡是传统带关卡 不出意外的话这关很简单了 毕竟都是我们熟悉的僵尸了 植物的特性我们也都了解了 哎 我好奇强你这个症状多久了 你最近吃了不少彩虹糖吗 你看看给浩雪二爷给吓的 小小的问号大大的疑惑 这各种颜色的豌豆子弹也不知道啥效果 反正僵尸是一下子就睡着了也看不出来 到最后再配合上双发这种满屏的子弹 直接把僵尸打得想跑 这好家伙掉头想跑 还有这操作的吗 同时我还攒了些发芽和樱桃 这个发芽之前视频里一直没说 这玩意儿是个清平的戾气啊 所以这一关没有任何压力的就过了 解锁了新植物是叫什么玩意儿天使炮灰菇 解锁了蘑菇植物 也就是说我们终于迎来了黑夜关卡 什么玩意儿在叫 不是你怎么了老弟 头形整的铜炫戴着小眼镜 看来也是个文化音 我知道你这咋了 师父少爷爷带你看了什么好康呢 哎哟你脸红了 彬彬的奇妙冒险2-1 哦呦这关看起来很贴心啊 竟然开局就给我放了两排土豆地雷 当时第一章的痛 在第二章可以得到慰藉了吗 啊我们抓紧时间安排植物 毕竟我还发现这关竟然有三拨大入侵 天使炮灰菇可以理解为小冰菇就好了 开局还有点麻烦 不太想浪费土豆地雷 所以可以种一个发芽清理僵尸 哎呦我去 打僵尸掉阳光还掉这么大个 哎什么玩意儿 过关了 我靠能量豆是吧 我靠 拿咖啡豆当能量豆我是没想到啊 接着上路打的一个僵尸还 哈哈又有大帅逼给我圆圆的东西了 哎呀你这你这太不好意思了呀 哎呀呀你这给一个还不够还给两个 啊看来这一关还真是福利关卡呀 不但一开局就给我两排植物之源 还掉过能量豆效果的咖啡豆 甚至还有未来首付给我送硬币 果然我们在第一章受的苦 都在第二章来迷 我靠 差点给我小车炸开线了 太卑鄙了 不是这游戏怎么回事啊 好在我们这双发射手实在太强了 还能弥补一下一路缺失的火力 而且时不时爆出一个哈啡豆 咱一个大招就给僵尸顶回去了 你看这第二波僵尸的强度 已经到这种程度了 我们竟然还是挺了下来 一辆车没丢啊 啊 不是 那只僵尸是从地图外抄我家的啊 我不玩了 你拿了个比我鬼 你动了我 OK的观众朋友们 这期我们还是一样 常用点赞上一万 继续更新下一期 我是小熊 感谢观看 记得下期来看 今天不玩了 再见 哦